连日豪雨加上海水大涨潮 导致马来西亚击打亚罗士达多个地区出现内捞现象 发生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水位升高渗入屋内 民众不知所措 彻夜难眠 此机之工立即赶到现场关怀 给予民众所需的帮助 被水淹没了 前晚的时候水已经淹没在这个水平线到这里 今年的水比往年高 没有预算到会这样的 以往都不会这样没有这样高的 我们多加一点板还是这样木材就可以过了 太高了水位要不然就没手会坏 其他的还可以添高 肯定不可以添高 从自家洋灰厂回收混凝土 是快 志工刘炳坤拿来帮助灾民垫高家具用品 水换来得又急又快 让人猝不及访 此机之工未法亲家人献上关怀与慰问 小心翼翼地走在淹水区 志工挨家挨户派发干粮 给予民众关怀 同时进一步规划援助行动 祈愿潮水早日退散 灾民们尽快脱离困境 恢复日常 大爱新闻 王素月 王哲卫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